AG的科研方向错了 除了AG没人用海月辅助 已经说明一切 最初则直言 达摩辅助很适合猫神 如今科研风已经吹到了亚运会 到时候回归自然不影响他们适应版本 伴随着E-Star跟狼队一起用出达摩辅助 意味着这英雄打辅助效果不错 反而是AG频繁使用海月辅助 并没有打出该有的效果 并且目前只有他们在用 很明显海月打辅助 并没有得到大部分队伍的认可 而当医生正反手教学 赢下E-Star最初也是说出大实话 狼队的实力太强了 换了个辅助 却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这就是一支强队的调整能力 同时还直言达摩辅助很适合猫神 既然他的进攻能力强 没必要一直练防守 还不如科研更多的进攻辅助 或许AG能更进一步 然后就是科研风已经吹到了亚运会 阿豆开始用上了达摩辅助 虽然KPL跟亚运会版本并不同 但是伊诺等人也在与时俱进 不断尝试更多的阵容搭配 同时能看出他们即便回归 KPL也不会影响到他们适应版本 对于有能力的选手而言 适应能力只是最基础的东西 不可能说打了一回亚运会 变得不会打KPL了 并且像伊诺经常在打颠峰赛 AG即便是季后赛一轮游 后面的挑战者杯跟试惯 伊诺都可以重回首发 意味着留给极光的时间不多了 同样的像紫金 阿旦跟小白熊斗一样 总的来说 狼队的硬实力就是强 即便换了一个辅助 依旧是大魔王 如果让他们一直这样下去 个人感觉狼队又要创建王朝了 到时候Fly的声望又将再次拔高 以后应该很难有人能超越他的成就 至于去参加亚运会的选手 目前看来后面回归KPL 他们也能够重回首发 取代他们的选手并没有拿到成绩 特别是极光从一开始就取代伊诺 到现在也没有打出很多高光 留给他证明的时间真不多了 大家觉得呢